大家好,这节课我们继续讲启动页的设计 那把它放在课程快结束了这个时候讲并不是说这个启动页它不重要 反而它是非常重要的页面 那有些产品甚至做了十几稿的一个启动页都还没有办法做出他们想要 能够表达这个产品的给用户第一印象那种感觉来 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在后面来讲 其实主要就是有一些产品它做了做的那个开发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也都快上线了 然后呢在最后呢去卡在那个启动页上面去 那边慢慢的去那个打磨 最后才打磨出一个启动页出来了 那我们看先看这三个启动页这个很熟悉了 一个是京东一个是天猫一个是那个微信的 那这是一种启动页的形式 就整个画面相对来说用比较比较重一点的色 还有能够体现表达那个产品 表达这个产品的创始人对这个产品的一种一种理念 包括他想传递给大家的一种心情 还有这个产品它最终能够解决的一些一些东西 很多都是在整个产品的一个启动页里面 就能够就能够体现出来 那还有一种就是用一个比较简约的 但是能够代表他们那个产品的一个形象的一些图形 去去做 那这个是那个印象笔记的 那这个我们说的要命的一个QQ 那这个启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记得我上次在做这个一个应用的时候 问程序员说这个启动有没有能够去的 那用户更快的直接就进入 好像从技术的角度来说 好像是不能去掉的 哪怕是他有一个黑屏直接过去的话 他也是要有的就是 没办法把它去掉的 当然也有一些国外应用 比如说像Instagram或者是Facebook 他们是直接把启动页做成用首页的一个截图的一种形式 让你打开看到好像是首页一样 其实他这个首页是跟跟那个 他这个启动页做的跟首页非常相似 然后一瞬间然后切到首页里面去 感觉好像是世界进入首页一样的 这种形式也是有人做的 那还有一种他是直接用他们那个产品的一个标识放在中间 然后呢底纹呢还会有一些底纹能够体现出他这个行业特色的 比如说这个是用地图的一些一些些什么样的形式去表现一个路况 就是地图形 那这些是用他们的各种业务模块 房产呢还有那个那个呼叫啊 还有购物啊 一些标识性的东西去体现他们整个产品的那个优特点 然后呢最终还是用一个logo很简约的一个logo 很能够体现他们自己一个产品形象的一个标识去做一个启动页 这个是国家地理 他也是比较宁逼的 他也是很简约的直接让他用白色的 他更多还是要体现你内面里面的那些内容 那些图这是一种方式把这个标识放在中间的 然后呢背景呢再用根据这些不同行业特色行业的特点去做一些引导性的设计 那我们再讲的话就是 我们这个产品新闻的APP的几个成功的一个产品的它的特点 比方说这个腾讯新闻很显然他还是用他们整个新闻的一个slogan 凤凰新闻也一样都把他们广告语啊都全部打出来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领头羊 他第一次用了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腾讯才用这种形式 然后后面的话很多的也都跟着用这种形式来了 那这个是凤凰新闻 那新闻新闻 他们也都是选用这种形式 留白然后呢把自己的那个标识跟一些广告语啊打在下方 有一些是有加一些版权信息 有些是不加的 那包括到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 SOFA他也是用这种形式的 那排版的话 那天丝不起不起 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排版 那这个排版排的怎么样的话 就是看UI设计师的功力了 看你自己对整个这个画面的掌控能力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这个那个螺丝头条 最后是做成像这样子 那我们最后还是要把背景的那个颜色选的有一点偏暖一些的 还想要给用户一种温暖的一个感觉 毕竟是一个房产类的 有家的感觉 那这些相对来像也很多是用灰色的 不给用户太刺眼的 也有用白色的 是直接用干净的一种一种效果 腾讯型的新闻他去选择用渐变效果的 我们最后最后那个我们的楼市头条了 这个也是新闻的APP 不再去花更多时间去 教育用户 说我们这个产品呢 它不是新闻类产品呢 我们是什么产品呢 其实我们就想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也是新闻类产品 就是给你在市面上看到了 众多新闻类产品呢 像那个汽车之家呀 驿车呀 跟腾讯新闻新闻这些 其实都一样的 我们的头条了 就是 楼市头条呢 就是要让你看到 房地产行业里面的精子头条 这个 这个特点 所以呢 我们选择的还是 选择跟他们这些 新闻类的APP 同样的一种启动页的设计方式 好那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个启动页的几种形式 那我们现在是到PS里面去 把这个启动页的设计 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页面也不是太复杂 无非就是一个背景 一个图标 再加上一些字的排版 那这个字的排版的话 我是基本上是都已经做出来了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是对于这些细节的细化了 我简单的这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布局就不用这怎么分析了 就是一个背景 铺一下 那背景你最好是用图形的 到时候呢 你要去改颜色的话 是会比较好改一些 比较好定一些 这样可以在画面上很容易看得出来 那这个的话 我就直接拽过来用了 那 上面呢 为什么是选用 要把它括号起来 其实本来刚开始排排排 也都是用文字先拽进来拽进来看效果 那色的话肯定不会是超过这些色了 红色黄色黑色灰色是吧 不超过这些色 那但是呢 我刚刚自去排版的话 又觉得还是蛮单调的 所以呢 还是会 学一下那个腾讯新闻 这里多括号 让它显得更有趣一些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些细节进行调整了 这其实这个字体的哈 我并没有去并没有去动它 但是呢 这个位置的话就相对来说空间会大一些 所以有时候经常也要手动去调整 调整它的这个字句 那个字句的大小 使得整个这个画面相对来说很协调一些 不要那么松垮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它上面呢 再做啊 两个 一个括号 好 两个括号的话 其实 就是用两 用两个矩形 把它合起来就够了 那现在我就讲一下这两个矩形是要怎么去做的 那颜色我们还是选用黄色 用这种中黄 同样用这种中黄 应该是算算是橙黄了 橙黄是偏的有点黄了 不是太亮 所以稍微偏中黄一点点 这样现在会亮一些 那这个是用两个像素了 比较合适一些 好 切换到选择工具 Alt按一下 再加一个 图形出来 Ctrl T 90度 再把它拉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对好 那这个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个一个上括号了 那下面的这个的话 我们就直接Alt按一下 再拖一个图层过来就行了 水平翻转 好下括号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是用这种方式 尽量贴近这个字 然后呢 往外移出十十二个像素 十二不够十三个像素 再往下十一二三十三个像素 然后呢 然后呢这个其实也一样了 好 一一二三 一一二三 那这样的话整个这个做对齐 这边的又对齐 这个相对来说会稍微松了一些 我们再给它大一点点 这个字句可以再小一点吧 不行 这已经调过了 所以 0 这就变大了 我们想要先 调整它 然后往的时候再调整 单独的去调整这个 其实感觉它这个下面的字母 太小了一点 所以要把它字放大一些 把自己说小一点 好 F7按一下 再把这些 组合起来 然后呢像Ctrl A 全选一下 Table键 攻击栏把它显示出来 好 聚中 Ctrl D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有些细节 可能还是觉得还不够好 比如说像这个 好像不是对的很齐 那我应该要把它 稍微对的更合适一点 这些你就 就在逐渐的设计的过程当中 去调整了 这个图表还可以再小一点点 不需要那么大 对齐一些 再来一次 全选 聚中 保存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启动页 相对来说 以我们选择的这种风格 不算是特别的难 所以呢 很快的也就讲完了 当然如果说 你如果遇到一些 比如说 那个 节假日啊 或者是 那个 一些特别活动的时候了 可能启动也会做一个 一个根据这个节日的 去变化 比如说 端午节 元宵节 这些是 根据不同节日 去不同做 做不同的一个设计 好 那这节课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